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追求梦想的脚步 风吹雨草 不能浇灭 心中的火焰 映着空乱的寒风 抬头仰望着天空 冬天在了 努力生长 将自己绽放 雪中盛开得像洋花 永远朝着温暖的方向 指引你那无邪的笑容 是我的全部 全部的信仰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追求梦想的脚步 风吹雨草 不能浇灭 心中的火焰 与明天的夜晚在黑 冲仗被阳光刺破 错不畏惧 现实挑战 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追求梦想的脚步 风吹雨草 不能浇灭 心中的火焰 与明天的夜晚在黑 成长被阳光刺破 错不畏惧 现实挑战 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 我 我 与明天 车间里边出大事了 啊 怎么能不能这样啊 我扣这么小的 我扣得没话啊 哎 兄弟们 没听说吗 工厂就要倒闭了 咱们赶紧跟他要钱呀 啊 跟他倒闭 要你要钱 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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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你干什么呢 要钱 我刚那么长时间都没给我公司 我 闭嘴呢 闭嘴呢 李经理 我们就想要回我们的钱 工厂是不是要倒闭了 请各位放心 薪资不会少给你们的 工厂也不会倒闭的 听说银行已经有钱的贷款了 那工厂肯定会倒闭啊 对啊 是啊 是啊 你们放心 我向你们保证 明天就发工资给你们 好不好 来 现在请各位继续工作 继续工作 继续工作 对不起 你不能进去 没有经过通报 不可以进入董事长办公室 来来来 让他进来 怎么又来了叶小姐 来干什么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我愿意担当彭达集团 技术部门的部长 想通了 想通了 我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东西 那很好啊 很好 但是也有一个条件 说 请你们对李超所做的一切助手 我希望他可以继续他的事业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那个是 那是个误会 跟我毫无关系 不管是误会还是事实 我想你 应该阻止这一切 或者说 想办法去解决这一切 这就是我的要求 好 不管怎么样 这条件我答应你 但我的条件你也得答应我 电器控制系统 只能在这里做 不能在李超那儿做 没问题 保证 我向您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去李超那儿 但是您也必须要答应我 帮助李超解决工厂的困境 要帮他解决困境 那得花上很多资金啊 如果您不愿意的话 也没有关系 我可以去找其他的企业 继续把这个项目搞下去 老人家来了 你 你别吓我了 好吗 受不了啊 好 我答应你 交通了 那么便宜 工具缓 有学生的工具 也得到 还是有学生的工具 都要联系 非常重要 这事 那些如果您还是哪个学生的 希望以后在工作上 各位能够多多喜助量 你们说 大家好 很高兴又可以见到大家 以后在工作当中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拜托各位了 你们继续啊 恭喜你 恭喜你啊 一开始看到你的手 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 现在果然得到重量了 这次回来呢 要开发的就是智能控制系统 江经理 这 这怎么可能 叶明珠他怎么可以 没听到董事长的安排吗 服从指示 好 我们继续 看一下手上的资料 爸 爸 爸 明珠当部长 那我是什么 一般职员啊 你从头开始 爸 你到底要把我搞成什么 你什么呀 你才满意啊 我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 你都做出什么来了 什么都没有 我只好那么做 你让公私蒙修 造成多大的损失 爸 你别总是只看结果 你看看我努力的过程行吗 没用 再怎么看都没用 我太了解你了 你再怎么做都没有用 从现在开始 忘了你自己的绅士背景 跟民众学学 从基层开始 去 爸 去 爸 爸 我叫你去 听到了没有 我叫你去 听到了没有 我叫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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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你给我这个有关什么 找到上面的人 就能够了解到我大哥 还有你儿子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您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没什么 你放心 我会按照这上面的资料 去找到这些人的 谢谢你 要谢谢你 辛苦你了 你刚才说什么 我会继续留在彭达集团 做他们想要的东西 你是为了让银行继续向我们贷款 才这么做的吗 不管怎么样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救工厂 如果工厂倒闭的话 那么就算拥有再先进的技术 又能怎么样呢 再说了 超哥也不是为了这个 放弃一切了吗 不管怎么样 我是绝对不会接受夏鹏飞的帮助 超哥 现在不是考虑你自尊和面子的问题 你还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你说 如果工厂倒闭的话 那那些工人怎么办 他们怎么生活 他们辛辛苦苦一个月才赚那么点钱 为了家庭要生活 如果工厂倒闭的话 是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 我知道工厂面临窘境 可是你让我接受夏鹏飞的帮助 我还不如去死 超哥 你之前不是问过我 爷爷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初我要去美国 都是因为他夏鹏飞 夏鹏飞搞垮了我们的工厂 之后他建立了他的碰打集团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滚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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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去 去去去去去 老爷子 年纪那么大了 还那么冲动干什么 火星那么大 对身体不好的 有话慢慢说 来 夏鹏飞 你这个混蛋 我怎么了 背后使刀子 你居然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 老爷子啊 这 这 这个是他设计院和这个项目方的决定 和我无关啊 再说 这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大势所趋啊 您就 就松手了吧 好吧 夏鹏飞 你会遭到天前的 你以为这样对我 你就打赢这场仗吗 你 我告诉你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不晚 不久 我自己会走 夏鹏飞 你 你不要以为我李洪泰好欺负 你让我得到他的帮助 还失去你的帮助 就算我成功地制造出了工程系统 我也完全没有 要卖给工大集团的意思 我会找别的厂家合作 我会找别的厂家合作 把产品推向市场 重建我的企业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也知道如果让你接受夏鹏飞的帮助 你心里一定会很痛苦 但是还有一个现实我们要面对 现在我们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我们必须要解救工厂 要不然的话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 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出我们梦想的东西了 我做不到像你这样 还有吗 我也不想看到你 因为我去向别人提供 也好 你去澎大集团吧 我想我 以后没有什么能为你笑容的 超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 爷爷 爷 爷 您怎么才来啊 听说我们又可以重新工作了 周明 这怎么回事 借钱的公司取消了对我们的诉讼 银行同意带给我们款了 真的 爷 这下可是有钱了啊 李超可是说过 只要我在这儿坚持一个月 就让我当那个材料管理组组长 这事您知道吧 就凭你 当组长 怎么了 再磨练两个月 到时候看我的心情再考虑考虑 不是 爷 不是说好了一个月吗 为什么又加两个月啊 现在去做好你的工作 这不是耍了爱呢吗 这都怎么呀这是 听爷爷的话 按爷爷说了做 这就对了 这都什么人啊 这事儿 你 您说你答应夏鹏飞 帮他开发智能电气控制设备 作为条件 才救了咱们工厂的 是的 爷爷 不好意思啊 不 你做得很好 就算让出了肉 就算让出了肉 也总得留住骨头啊 可是超哥因为这件事情 他好像很生气 是 明珠啊 小超他不懂得适当的艰辛 他从来没有向别人低过头 小超虽然看似聪明 他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 他才会这么感情用事 不过 不过 谢谢你做得很好 爷爷 听您这么一说 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明珠 如果你跟小超 有什么争执的话 别跟他生气 将就他一些 好吗 妈 小超的妈如果再是的话 我能够这么想就好了 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 棺儿 加里 我们新三天的水准怎么样 好吃吧 不说话 光喝酒是什么意思啊 搞气氛吗 不过你做什么我都喜欢 孟杰 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适合在一起 不适合在一起 这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的 我们就算在一起 迟早也还是要分开 所以现在分开 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 你是因为我妈 所以才这么说的吗 不 不 不 跟伯母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自己太贪心了 我一直都逆着伯母的意思 继续跟你见面 看这又能怎么样呢 这样的婚姻 是不会幸福的 我不是都已经说了吗 我爸妈那边 我自己会去解决的 你 你 你做为一个男人 你怎么可以这么懦弱 因为我知道 家里人反对的婚姻 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才 够了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就不应该放开我 就因为这么点小事 你就要逃走 那算什么爱情啊 我爱你啊 我非常爱你 那又能怎么样呢 现实我们是无法改变的 只会让彼此更痛苦 孟杰 我不是没有想过 我曾经千万次地想过 我们要跟你逃离这里 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抛下 我爸爸不管 所以现在分开 是对我们彼此最好的选择 我不管 我不听 你不要以为这么几句话 就可以动摇我 就想这样跟我分手吗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我做不到 只是一样子 哦 你怎么回来了 我扔我 你怎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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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餐厅没事了 妈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在说什么啊 我做错什么了吗 是你让我跟姜姨 是江蕾分手的吧 你为什么老是 要来干涉我的婚姻啊 我都说了 我真的喜欢江蕾 我一定要嫁给他 孟杰 你看你这孩子 跟你妈这样讲话 是啊 孟杰 妈妈也是为你好 应该多体谅她的心情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全部都要来 干涉我的婚姻啊 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一定要来管我 孟杰 你冷静先 我没有办法冷静 我都说了 我一定要嫁给江蕾 如果你不让我嫁给他的话 我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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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那牛脾气 行了行了 你也别说了 我去劝染他啊 我去看你 啊 孟杰 你怎么会让我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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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把我 你只要是你 现在我去看你 你这个人 你都不让我 我去看你 你不让我 你这儿 我现在不让你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有什么原因啊 江磊曾经对你爸 是那么的仇恨 而且千方百计地要调查他 你说 我怎么能相信他 而且还要把你的一生托付给他 那大概 是因为爸之前做了什么错事吧 江磊 他不是个律师吗 本来就是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啊 小杰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要想把你爸爸扳倒 怎么可能是普通的事呢 这绝对不可能 妈 你到底还是我的亲妈吗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再反对我跟江磊结婚的话 你就不再是我的亲妈了 我一想到 我不能跟江磊在一起 我觉得我的人生都没有色彩了 爸 你觉得夏佳最厉害的人是谁啊 那还用说 当然是夏鹏飞董事长啊 你错了 夏佳最有权势的是林慧蓝 夏鹏飞最听的就是林慧蓝的话 是林慧蓝不同意我和孟杰的婚事 这事是办不成的 林慧蓝有什么弱点 她能有什么弱点啊 这个人重感情 在我看来 重感情就是她的弱点 你想 咱们再她们家这么多年了 多少都会有点感情吧 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那你要我怎么做 我怎么做才能打动她 还有 那可是夏强 她是最反对这件事情的 下墙您不用操心 至于林慧蓝嘛 来 喝了这杯茶 我告诉你该怎么办 托马斯 你怎么又出现了 我还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呢 我还是没明白 你为什么为了那样小的工厂 而离开我们的垮博公司 有什么问题吗 像庞飞董事长 可不愿意接受你的辞职 而且我听说那个小工厂 与您的不顺利 说了你也不会懂 因为那是我的梦想 你的梦想 托马斯 为什么非要我去彭大集团 去研究开发这个智能控制系统 彭大集团正在实验 国际水中的智能电器控制系统 你要是去哪儿工作 就能告诉我 他们哪里的状况 你的意思是 要求我 给你做国际商业间谍 据我所知 你跟彭大集团 有一些国际啊 都有人看到了 夏经理 这么晚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你们俩从现在给我听好了 我们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如果再有任何闪失的话 将来我在这个公司 就彻底地完蛋了 咱们是同一条专项的人对吧 那好 那从今天开始 不管我对你们有任何要求 你们都尽力去做 清楚吗 清楚 赵特朱 你听说过 董事长秘密藏着 超过几千万美金的资金吗 是 听说过 那好 那就赶紧和杨大伟一起 帮我找到那个东西的证据和资料 那要干吗呀 我让你找你就去找 你问那么多干吗 我觉得太危险了 要是那是等 你快闭嘴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又没有脑子 找找都没有 我说现在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如果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你就跟着我做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等着一起完蛋吧 好香啊 好香啊 来 开发了啊 回来吧 叔叔快快快 坐下 快呀 叔叔就等你了 饿死我了 这么丰盛啊 叔叔 你快尝尝这个 好 这个可好吃了 叔叔 你尝尝这个 等一会儿 来来来 还有硬菜呢 来来来 这些都是我做的菜 你尝尝 这是我新学的 来嘛 你看它果实根本都酸了 是啊 这竟然忙我半天了 我叔叔给个面子嘛 就是 阿姨的手多卷半天了 阿姨 要不我帮叔叔吃吧 好 装装去 怎么样 不错 叔叔 你赶紧走啊 刘浩宇 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 以后都不见了是吧 阿姨 你别难过 叔叔他可能 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所以变得有点敏感 是啊 他这样又不是一天两天的呢 别生气 阿姨 我最了解男人了 这男人你就不能对他太上感 你知道吗 他的心 就得慢慢融化 阿姨来 我陪您喝 快 喝点 来 喝点 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阿姨 好 再给我倒一杯 阿姨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 还有我们初完的时候 一切都是好好的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来 来吧 我们下班了 我来吧 儿子 大半小时 我们下班了 没错 这样子 我们下班的午餐 你去澎大集团吧 来 我想我 以后没什么能为你笑容的 超哥 李超哥 你现在一定很伤心吧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其实 有你在我的身边我已经很满足了 每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 你总是给我带来快乐 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渐渐喜欢上你 我在想什么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开玩笑的吧 叶明珠怎么可能喜欢她呢 哥们儿 我们是好朋友 哥们儿 就这样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回来了 进来 姐 你怎么回来了 别提了 我在那边憋屈死了 以后我再也不过去了 行 回来就好啊 小姨子 回来了 看什么呀 我是不是瘦了 瘦了 瘦了 瘦了漂亮 公司的事不再误会了吧 好 什么事回来上班 明天吗 好 欢迎 欢迎 我上班了 行 来 我把你拿上去啊 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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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你家里有什么发生的 有很有趣的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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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孙子 你别开了 靳南回来了 来 我告诉你个天哪儿 好休息 我啊 要跟江蕾结婚了 你会支持我的吧 希望我支持你吗 当然了 孟姐 别做梦了 小姨比我更了解江蕾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对了 小姨 你好像瘦了 回家多吃点啊 孟姐 这件事 你还是应该自己 多考虑考虑 进来 江经理 timed 袁伟 有事吗 有件事 不知道应不应该跟您说 什么事 说吧 这件事本来是绝对不能说的 是夏强 他在调查夏总的秘密资金 这种事情不是应该 应该跟夏董直接汇报的吗 跟夏董 我觉得不大方便 所以 戴卫 我记得你一直都是 夏经理的爬当吧 当然了 我也能理解 像你这样一个小职员 如果要想在公司里面有所发展 是一定要跟对人的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不用跟我说你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只需要做一个判断 你告诉我 在碰打集团从今以后 你到底是要选择跟着我 还是选择跟着夏强 我当然是忠于江经理的 好 那你就做一件 让我相信你的事情 来了 您来了 你好 太太在啊 在 太太 这边啊 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说点事 好 那请坐吧 好 太太 我听说 您对小蕾和孟杰的婚事 不大同意啊 这边啊 我知道 你有可能不高兴 但因为种种原因 我才下这个决心 所以呢 这件事情 你就不要再提了 太太 是因为我的司机身份 你才这么决定的吗 这病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 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呢 可是太太 我永远记得 第一次把我当朋友当人看的 只有您和昊明啊 您为什么要提昊明呢 太太难道不知道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苦孩子吗 治病 过去 我是个孤儿 没人能看得起我 是昊明 第一次把我当人当朋友看的 让我们住在他们家 把小蕾当自己家的孩子砍单 我老婆离开我的时候 也是太太您 帮着我一起把儿子养大 这么多年过去 小蕾 也越来越有出息了 眼看着她就要跟孟杰结婚了 可就是因为我的司机身份 敌人一等啊 纸病 我不跟你输过了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让小蕾跟明珠分开 也是我的意思 我怕她活得跟我一样啊 所以我才这么做 太太 您理解我的心意吗 太太 太太 你听我说 你快起来 你听我说啊 太太 我真心希望 您能像 后面以前一样对待我们 把我们当自己一家人 你再重新看一下小蕾 你过去曾经也把小蕾 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呀 看在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份上 请求求您 我肯请您再认真地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志斌 你先起来 有什么事 我们再商量 接起来 各位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一起开个会啊 详细的内容由我们的叶明珠叶部长 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叶部长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这一次是要做电气控制设备 那我们的这套系统 和李洪泰先生的系统是有区别的 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 我们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 进行改造和提升 所以说我们要以创新的精神 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产品 资料已经在大家手中了 希望大家仔细阅读 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页 就一个改造提升 需要那么兴师动众吗 不清楚的人 希望你不要随意插话 要不然就赶紧回去学习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页 电气控制设备 请问一下夏强先生 你不需要看图纸吗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因为你是彭达集团的员工 在公司就要遵守规定 我是夏董事长 安排回来继续工作的 如果说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就去问董事长 不愿意听的话就请你出去 如果说有人 故意要捞乱秩序的话 我也可以随时跟董事长汇报 你这么想收取 现在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张这个 电气控制设备 这张 你所说的李鸿泰 就是纠安丽的爷爷吧 我听说 他们的这个项目 你一直都有参与 现在你把他们全都 搬到了彭达集团 你的玻璃还真够大大 夏强先生 如果说你还有 很多的问题的话 那么请你就攒在一起 一起去问董事长 那些流过的泪 痛过的心 像一道流烧 花香深渊 我淹没在这夜里 诚如爱敌 缘分他输给了命运 渐渐远去 来不及说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去泪水 来不及说声想念你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来不及有你曾怀中 来不及说一句 来不及说一句祝福 说再回 来不及说一句 说再回 来不及说爱你 说再回 Zither Harp